三魂七魄 自古有道人士 把这些东西 传承记载下来 当然我们普通人 也看不到 尤其现代人 看不到就是没有 就不算数 偶尔感觉到一点 那都是幻觉 是吧 现在网上流传一种叫三魂六魄 那你少一魄 你再少两个人就不要活了 这个三魂 很自然的 大道天地人 也有 可以叫别的叫法 七魄 是有三魂掌管 三 是两个羊一个阴 天人是阳 地是阴 那七魂呢 就是五个阳 两个阴 天魂地魂不常在 人魂 常处于身 这个人呢 死以后 他的天魂 会回到天牢 被关押 那个是无极大道 然后 然后地魂呢 去地府受审判 死你这一生的功过 上罚 人魂 就是住于这个 祖宗牌 陵墓 他是因为 他有一个功德 助于这个肉身的 这么一个 长久的血脉的延续 所以说一个家族 一个传承的重要性 他是 他是有一个体系 他是有一个脉络的 你就根据这个 这个道家讲成父嘛 英国 是一个大的宏观的概念 他不是一个人的 他是互相之间都有影响 有家族有势力 这样才能继续下去 当这个 人 就是死以后 他的这个绝魂 就没有了 就是往事的记忆 就不知道了 然后重新 当你有机缘 打到的时候 重新再住胎 新的就来了 新的一生 这个七魄呢 代表很多东西 我们 讲不完 其中 可以代表人的七情 就喜怒爱思 爱无惧 爱无欲 然后 还代表人体的这个七个脉轮 那佛家那些 就是什么现在的瑜伽 包括 那都是从中国来的 人体中线七个脉轮 他有 他有 呼吸系统 有 预警系统 有排泄系统 还有管 这个 身体的这种疏散的系统 还有 还有生殖系统 还有 人主管 最后一个是主管人的意识 所以西方你看他 他就 他就 全都是物理结构 他就没有灵魂 就是个机器 所以西方人 你看他他就少个仙 植物一个魂只有生魂 动物 加一个有身体的感觉 绝魂 人 他有主观的思辨 善恶 主观意识 三魂 所以说你看植物人 你再抓紧把他叫回来 不然他就是 时间长了就没有了 殊不禁言言不禁意 这个是 他代表万事万物 一个人体的整个的小宇宙 所以